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是美西时间11月7日 欢迎收看本期的万维独播 我是Jennifer 中美贸易战进行一年多 双方你来我往 针锋相对 在国内经济形势异常严峻的情况下 北京刚刚向美国做出了一个重要的让步 中国商务部当地时间11月7日表示 美国和中国已达成协议 同意分阶段取消一年多来的贸易战期间实行的新关税 但中国商务部没有提出时间表 某知音报道分析 在迄今为止十几轮的中美贸易谈判中 如何取消关税的问题 一直是双方争执不下的一个问题 北京一直坚持的一个条件是 在双方达成协议之后 美方必须立即和全部取消贸易战开始以来 对中国实施的增加关税的措施 美方则始终坚持 鉴于中国长期以来说话不顺数 拒不执行协议的行为记录 美方必须使中国执行协议的情况 分阶段取消新增关税 以避免中国再度估计重演 对美国实行不公平的贸易政策 损害美国的利益 华盛顿和北京巨星 有可能就贸易问题达成临时性协议 其中包括美国承诺取消原定于12月15日 对价值156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征收额外关税 那些商品包括手机 手提电脑和玩具之类的 美国人在圣诞节购物期间会大量购买的商品 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高峰星期四表示 在过去的两个星期里 中美双方同意随协议进展分阶段取消加征关税 至于第一阶段取消多少 可以根据第一阶段协议的内容商定 这有利于稳定市场预期 有利于中美两国经济和世界经济 高峰的这种说法显示 北京现在似乎已经接受了 先前一直拒绝接受的美方要求 但北京是否最终接受并履行美方的要求 现在还不得而知 今年5月 双方曾经在贸易问题上 就广泛的问题达成协议 但北京却在最后一刻反悔 贸易战随后陡然升级 据路透社11月6日发自华盛顿的消息 一名美国官员表示 目前还有相关条款仍在讨论 川普与习近平的会面地点也没有敲定 这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美国官员说 已经建议了十多个会面地点 可能在伦敦 因为北约峰会将于12月3到4日在伦敦召开 届时川普将前往出席 此外 瑞典和瑞士也是选项 中共重庆市第三把手任学峰 在四中全会闭幕之日 离奇去世 官方称是因病离世 但传言指他在京西闭馆跳楼 网传的复告显示 任学峰告别仪式 11月4日在北京昌平殡仪馆举行 总部在香港的中国人权民运信息中心网站 11月6日报道 北京昌平殡仪馆内部人士确认 11月4日早晨却有保密火化仪式 职员不准拍照 而当时殡仪馆视频系统全部关闭 所以不能确认是否是任学峰的火化仪式 有消息人士表示 任学峰火化仪式并非在昌平殡仪馆进行 而是在其他的殡仪馆地点进行 报道说 当局已是在搞声东机器手法 据悉任学峰家属的朋友 近日一直无法同任学峰的家属取得联系 朋友推测任学峰的家属已被当局软禁 上述消息目前还无法从官方得到证实 中和媒体报道 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于10月31日结束之后 重庆市委副书记任学峰被发现缺席11月1日的重庆高层会议 11月3日深夜 重庆官媒发布消息称 任学峰近日因病医治无效 不幸离世 报道并未透露任学峰所患合病 也没有透露他的具体去世时间 任学峰最后一次公开露面是在10月26日 出席中共重庆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专题学习会 港媒引述消息指任学峰于四中全会期间 在京西宾馆七楼坠漏 时间在四中全会闭幕当天 网传消息称 任学峰赴北京不久及被有关部门谈话 不允许他出席四中全会 10月31日 他在京西宾馆七楼跳下 重庆常务副市长吴存荣在北京处理后事 不过也有质疑指任学峰的遗体告别 是安排在北京昌平殡仪馆举行 而非按照常规在八宝山殡仪馆举行遗体告别 已有贬义之意 因为根据中共官方惯例 中共官员在离世后达到现出级以上的官员 即可安葬八宝山 而非在北京昌平殡仪馆举行遗体告别 据说 相对八宝山 昌平殡仪馆被认为 多少带有中共体制内的负面政治色彩 例如六四事件中的争议人物 原北京市委书记陈希同去世后就未能进入八宝山 只是在昌平殡仪馆进行遗体火化 因此当局对任学峰的安排似另有含义 目前有分析认为 任学峰因是死于权斗 因为他牵涉派系斗争 得罪了习近平当局而被整肃 但也有消息说 他在去年在广东离任前后 就已被举报与不法商人有利益勾结 又卷入P2P项目非法集资案 在中国经济衰退的大背景下 习近平近日热捧区块链 甚至形容这项技术是中国创新的核心 然而习近平话音刚落 华为总裁任正非说 区块链在量子计算机面前一钱不值 11月6日 任正非在深圳总部 针对信息安全问题发表言论 据凤狂财经报道 任正非表示 现在说区块链多么伟大 但是在量子计算机面前就不值得一提了 任正非表示 信息安全是相对的 量子计算机出现后 几百万年破译不了的信息都能破译 外界认为 任正非此言 无疑是对习近平热捧的区块链浇下一瓢冷水 11月24日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 第18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要把区块链作为核心技术 自主创新的重要拖破口 加快推动区块链技术和产业创新发展 连日来 区块链成为社会各界关注和热议的焦点话题 据官媒报道 11月8日 北京举行可信区块链峰会 预料会有进签名主管部门高层及行业领袖出席 从事区块链业务多年的数倍科技创办人及行政总裁 李永峰7日对苹果日报表示 央行发展自己的区块链虚拟货币其中一个目的 是要控制资金外逃问题 近年 大陆走资问题相当严重 人民币不断外流 中国的外汇储备不断减少 而一般人每年只能将5万美元汇到海外 无法满足他们在海外的需求 李永峰认为 如果央行利以人民币为基础的虚拟货币 可以监控外汇流向海外的情况 打击走资及黑钱外流 近年 大陆资金外流的问题相当严重 官方的数据显示至今年9月 中国的外汇储备已经降至3.09万亿美元 接近历史的新低 但法国外贸银行亚太区首席经济学家艾雷罗则指 估计9月份中国资金外流高达890亿元人民币 即使当局加强对保险贸易公司的审查 仍无法阻止资金外逃 而香港与大陆间每年数千亿美元规模的贸易和资金流通 注定了香港换汇公司 是北京无法阻断的资金出逃密道 中央电视台当地时间11月7日报道说 中国电子商务巨头京东首席执行官 亿万富翁刘强东因个人原因 请求辞聚第13届全国政协委员 政协常务委员会经表决后接受了他的请辞 刘强东去年8月在美国明尼苏达大学 参加一个工商管理博士班项目期间 因被控而被明尼苏达警方拘捕 该州检察官后在去年12月22日表示 因证据问题不对刘强东提出指控 刘强东一直坚称他是无辜的 中国央视在一条简短的新闻中宣布 刘强东辞聚政协委员这一消息的同时 没有说明刘强东请辞的具体原因 京东作为中国最大的在线零售商之一 福布斯杂志称其创始人刘强东 目前的身价高达72亿美元 去年受明州事件影响 刘强东的身价曾一度缩水到62亿美元 上海追踪中国富豪情况的研究机构 胡润百负调查表示 中国人大和政协153名超级富豪成员 掌握的净资产达6500亿美元 这个数字仅略低于瑞士的年经济产值 美国两党参议员当地时间周三 在参议院提出一项新法案 禁止美国政府退休基金投资中国股票 因为担心投资行为将会破坏国家安全 根据福克斯新闻报道 该法案表示 两党参议员发起的法案称 其中一些公司广泛从事侵犯人权和军事有关的活动 资助中共进行破坏美国经济和国家安全的活动 该法案将禁止联邦退休储蓄投资委员会 将其资金投资于中国大陆 参议院卢比奥在一份声明中说 美国的投资者永远不应该成为北京崛起的财富资金来源 而牺牲我们国家的未来繁荣 今年9月曾有消息传出 白宫正考虑限制美国在中国的投资 消息人士称 此次讨论可能包括阻止美国对中国公司的所有金融投资 10月底 美国一批跨党派的联邦参议员 致信美国联邦雇员退休基金管理机构 要求这家掌握了6000亿美元基金的机构 改变预计明年要将资金投向越来越多 中国公司和俄罗斯公司的决定 纽约时报援引两党参议员上述有关信件的内容说 联邦退休减减储蓄投资委员会 已经做出的投资决定 实际上是将美国政府公务员军事人员的退休储蓄 用于帮助中国政府的军事活动 间谍活动 践踏人权以及很多缺乏基本财务透明的中国公司 11月7日 9名中国芬泰尼贩子在河北邢台被判刑 邢台中级人民法院表示 本案是第一宗中美成功联手调查 与芬泰尼走私有关的案件 根据判词 被告刘勇被判死刑缓期两年 另外两名被告蒋局华和王凤喜 都被判处无期徒刑 其余6人分别获刑6个月到10年不等 法新社当天发自河北星台的报道说 美国总统川普应该对这个消息感到高兴 华盛顿经常谴责北京放任芬泰尼走私 川普今年8月指控北京违反习近平之前向他做出的承诺 没有严格打击芬泰尼走私 这项最新的判决发生在中美有望达成第一阶段贸易协议之际 也可以看作是北京再次向华府示好 11月7日前北京副市长陈刚受贿案在江苏南京开庭审理 陈刚被指控非法收受财务超1.82亿元人民币 报道称 陈刚任北京副市长主管北京的城市规划建设期间 报疯狂敛财 其贪腐数额令人震惊 据官媒报道 今年1月6日陈刚落马成为新年后第一个落马的副部级官员 在其落马后 一则关于陈刚贪腐的消息在微信朋友圈疯传 截图显示 陈刚被查出有现金1648亿元人民币 房产60多套 黄金20吨 陈刚的儿子名下就有房产207套 豪车如云直升机一架 名画古玩1923件 早在2009年大陆一位自称专阶腐败的人 曾在题为《山水文元真相》的文章中披露 陈刚与富商李哲勾结 用金钱构筑官商腐败利益体 文章称 陈刚与李哲狼狈为奸 一争一伤 陈刚利用手中规划大权 给李哲批地 李哲则利用赚到的钞票 为陈刚买官铺路 充当陈刚的白手套管家 港媒评论文章指 陈刚36岁就掌管北京市规划大权 据说曾获两任北京市委书记 贾庆林和刘奇青睐 他在40岁做副市长 46岁晋升市委常委 中共十八大更挤身后部中委 但不到五年就黯然遭贬 试图实际而下 以上就是本期万维独报的所有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点击屏幕右下方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是Jennifer 我们下期再见